接下來這一題 對方說過讓你最感動的一句話 這一題我不設限 你來回答 喬凡 救我 用這一句換句別的啦 剛剛不是還有人說要配合我的嗎 而且我們認識的時間又不久 我最印象深刻就這句 不行 不行 太丟臉了 換 哪裡丟臉 男人心中都有一種英雄感 尤其是在你這種女人面前 在我這種女人面前 那請問 我是哪一種女人 像你這樣子的女強人 做事果斷 有時候霸道像個女漢子一樣 當你願意毫無保留的 釋出求救訊號時 男人就會忍不住過去 保護你 這種英雄感啊 比任何電影裡面的超級英雄 都還有一種感覺 但說穿了這種超級英雄 其實就是 無聊 幼稚 幼稚 小屁孩 你知道你現在怎樣嗎 就是說不過人家拿年紀來壓人 有些道理跟那年無關 我知道你很會講 但不用在這裡表現 專注 乃迪 四十二 那我呢 我說過什麼讓你感動的話嗎 我想到再告訴你 我想到再告訴你 我有說過這句話嗎 而且他一點都不感動 下一題 曾經一起做過最浪漫的事 這一題你先說 我聽聽看能不能用 我沒想法 要不然參考你了 你之前交往過的男朋友之中 有對你說過什麼浪漫的事情嗎 浪漫的事 嗯 不行啦 不行啦 是做過多少浪漫的事情啊 要回憶這麼久 最浪漫的事應該是 一起刷油漆吧 一起刷油漆 很浪漫跟一般人不一樣 有趣 好啦 趕快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題耶 現在才在四十三題而已耶 快點 好啊